歡迎回到第二集的《動漫無雙》 我們繼續《珍島號》的作品介紹 剛才講完聖石 聖石是先不論大家喜不喜歡 亂用死也好 又或者很喜歡知見劇情也好 故事到了這個位置 結束了之後他又開始 跟著講的兩套作品其實是同期的 一度連載《魔物獵人》 跟著《耳精彩獵人》 差不多時間在一起 現在還在兩本 《Monster Hunter》就完結了 《妖秘》就連生了 《魔物獵人》我沒有看過 《Monster Hunter》其實那本 我覺得合作成份會高一點 因為之後會跟CAPCOM那邊 好像也有一些裝備 是《珍島號》設計的 我記得是設計的 他直接採用了他的建議 但這本漫畫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真的 跟CAPCOM 還是他自己 我玩很多《Monster Hunter》 走去畫呢 我就不知道 《漫畫後》有說到的 是他想畫 然後跟CAPCOM 《CAPCOM》很快答應 讓他畫出來 這本漫畫 但他不是很多 只有四期 而且他有些 其實已經是拿了 遊戲中的怪物出來 但當然他自己也有原創 一些東西進去 譬如說 風屬性這些東西 遊戲中一定有 他自己自創出來 譬如說 後面有些魔物 他都是自己 鞋籠 他自己創出來 走去是跟遊戲不同的風格 但他就 這套 我覺得本質上 他會是 一些短篇 類似短篇會多些 故事就說到 男主角 男主角這個 詩琦 他一出世 一出世 跟著這個師傅 但有一把雙刀 但那把雙刀 是很奇怪的 是風屬性的 但這個世界上 其他獵人 就沒有風屬性 應該說協會 就是我們這個 魔兴世界 四個屬性 哪個屬性 大家都知道什麼 你有玩魔兴就知道 那風是不存在的 在裡面 但是男主角 他就用了一把風屬性的東西 他的原料 就是 來自 什麼龍 我忘記了 二 最後一隻 大佬那隻龍 那隻龍 但是 沒有獵人 他發現了這個 鄰片 所以 沒有封鎖 所以 所以 沒有封鎖 那些人 在這本漫畫裡面 都有說到 遊戲裡面的設定 比如說 狩獵笛 太刀 這些都會走出來 有工會 工會任務 要正規工會 接任務 打電話回報 那些遊戲 你玩過就知道了 都是說這類型的故事 最初就是 有些小故事 比如說 幫了一個 一直都打不贏 呼嚕呼嚕的女生 那個好像 輕老 他本來是用片手劍的 最後一把片手劍 他是主劍師 他用了剩下的素材 他鎖了最後一把 單手劍 但始終都打不贏 呼嚕呼嚕 然後男主角和女主角 就問他 沒有理由 呼嚕呼嚕那麼容易打 沒有理由打不贏 一隻是黑色龍發色的呼嚕呼嚕 不知道 總之是厲害一點 可能是大金型的呼嚕呼嚕 結果他們三個去打的時候 都含入了呼嚕 但當然最後 不知道為何 原地用羽毛弄了一把槍 但我記得 VG時代子彈是有限制的 還是你 不是 不是 你在遊戲裡面 怎麼可以在戰鬥場景 拿著單手劍 用一些素材來弄一把槍 那些是漫畫才有 他會改了一點點 這個趣味性我不介意 我又不要求你完全抄觸遊戲的風格 其實你有自己的風格 也OK 加了有自己的原創劇情 也OK 那一戰之後 基本上就入隊 令到能夠女仔 柱檢師入隊 但套路其實 你覺得跟聖石 那個比較有沒有什麼不同的 其實最主要是角色 也是賭武出來 又是一個很活潑 很強氣的男主角 然後再加一個 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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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等於聖石那個 那個光頭露 然後還有花瓶 其實這個已經算花瓶了 握太刀 有技術向的 有技術 這個可能是講的 然後還有一個吉祥物 舊那個女仔 用槍的那個女仔 吉祥物 沒有啊 不知道 最大的問題 因為這裡不是聖石 不是妖美 即是打架不可以 四個打四個 一定不是四個 為了一隻怪的 那你反而 那個女仔就 沒那麼興奮 她都要有份做事 不是縮在一角 聽我這樣說 其實你說 跟著你說妖美 是 要被弓的話 應該會 copy 就是遊戲出來的 因為本身你說 我看 他出一套新的漫畫 即妖美那時候 我一看這套 其實 這樣說 開頭這套 就打明標語 說魔導士 這班根本就不是魔導士 格鬥家 對 這個問題 你講的聖石也是一樣的 什麼魔術 魔術 其實 魔術是什麼 他完全沒有解過 聖石都還還好一點 聖石 即是那幫魔法師 真是靠魔力 他們是不會實下實指 跟你玩格鬥技 但是這班這樣的 所謂的魔導士 我也不知道 他們 他們是真是魔法師 還是他們是一個格鬥家 不是 他是融合了魔法的格鬥家 魔法劍士 魔法劍士 或者魔法的格鬥家 近戰營 現在 是根本上整套 裡面 我是很少找到一個很正統的魔術師 他死光了 我都說 會不會是因為你先入為主的觀念 你覺得魔法師 應該在後排放大招 那些 而且 我不要說到去到這樣的行為 你要放到後排放什麼 但至少 在他們的世界裏面 除了主角群以外 其餘那些 沒有樣沒有面那些 那些典型的魔法師都是 我們認識開的那些 而他們世界的主流也是這一類型 是唯獨主角群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反而他有一個考慮 就是 始終漫畫裡面 最緊湊最緊張的劇情 就是近戰的劇情 你說如果魔法對魔法 純粹就是兩個在後面 嗯 好像元氣彈扔進去 不是 主角不是全屁 主角整屁人都是這樣 OK 有魔法戰士的人在裡面 我覺得這件事 沒有問題的 這件事是會傳來的 你個個都是魔法戰士來的 大哥 你知道 有一個 我不知道在哪裡見到 好像是大二大冒險 有個魔法師練了一招很厲害的魔法 魔法 瞬間就可以自刃死地 但是他都不夠一個格鬥家打 因為他的肉體是太陽 所以他可能因為這個因素而 產生這個劇情 不是 你這麼大招要時間的 要找個地方整定的 那他沒有整定就和格鬥家打 就是 我這樣說 我看這套 其中一個比較不滿的 就是 你 你叫什麼魔道士 你這把 不是 路士叫魔道士 他弄一些鎖匙出來 我是打了打了 我站在後面 那個不是魔道士 那個是召喚師 你算這些魔法師一種 OK 但是 我覺得 比下去的感覺 其實是 他做不到 因為我覺得他開始是想營造的 每個人的戰鬥Style是不同的 但是 我看這套 什麼 超能力而已 一個會放火的會放兵 你不要來放兵放火 另外放雷放什麼都好 我話說你放屁都好 空氣哥 空氣哥 你都 那個戰鬥的風格 我覺得你做魔法師出來 其實你都是想做這件事 你做到女主角 我家裏 你當她花瓶的召喚術士 是靠召喚師來打的 一個不同的戰鬥方法 OK 但是 我最後回奴賴 不夠四五期 出來的人 個個打法都是一樣的 我會比較失望 可能用的屬性不同 але她的戰鬥方法 還是什麼資料 情報 他們不用管 我們先過去 尤其是你說 其實魔法劍士的設定是艾莎 才是最典型的那種 它靠換裝去切換這個 這個汪黑的換裝 能力屬性 當然它的換裝是去到後期變成賣服務 這件事不理會 我們再說這件事 而拉茲 他本身 叫做什麼 滅龍魔法師 他滅了什麼 我不知道 不是 他學我才知道 我明白 他做出來 你說隔壁都是滅兵魔法師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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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那種造型魔法 他是創造了很多terms出來 老實說 你創造了這些terms 我對你有個期待會是說 你是分得開的 這些是不同體系的東西 是的 但最後每個人是拿著造型魔法 一夜敲下去 因此英靈火一夜的塞進去 每個人都在那裡鬥放波 幹什麼事 他不是放波 他走過去打而已 只不過那些打的屬性不同 基本上每個人的魔法距離只有一個 立刻 你知道畫一格有兩頁嗎 一個主角在左邊 人在右邊 這個反而才可以看到近戰那種流暢戰鬥的風格 當然這套其實我不覺得做得到 如果你說魔法師好像樹齡這樣說 在後場放魔法的 你聯想一下一個情況 兩個魔法師對立 一個在唱大招 另一個又在唱大招 兩個就是一個大頭特寫 就是說我要唱大招了 然後十秒之後一夜敲下去 會鬥波明 會更悶 就是開頭的設定裏面說 說到滅龍魔法 這件事 他後面也有說 其實用得多其實你會傾向龍的特質 那些死人事 其實他已經沒有理會了 消失了 這些事就不要說了 是 但是那個case來講 你鋪了那麼多 我不介意主角的阿拉伯 就是因為你鋪排又好 所以令到他有超乎常人的 的近戰能力 所以就可能其實他本身的魔法是不厲害的 其實這傢伙本身的魔法都不是厲害的 其實你見到 開頭我們想到有什麼事情 就是用身體能力 就是好像說 斬住你們的魔法師 抵死你們就是不練習的 那些體質弱 對近戰攻擊沒有什麼防禦 而且他叫做黑住就是什麼 他火礦100%的 這傢伙 不是 他火對他無效 可能 還會加血 他還會加血 用火噴他還會 火急修 你說到有很大的buffer給他 可能他也可以以性強 就算他是一個 在魔法師來說不算合格 其實你針得很善 都是類似寫這類型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他一點都不擅長 寫遊戲這種 他這麼出名 他是一個火的滅龍魔法師 但是那些人出火對付他的時候 咦 為什麼你會蓋到火的 不是呀 出聲的說話 我那個是什麼 那個TG 什麼T火是金火 我忘記了 那些火我嚇你 吃不到的 下一集 吃完蛋 大氣 這份 叫做什麼 我可以這樣說 我看這個 有無視魔法設定的東西 他都不是第一個用的亂來 你說的 赤松建 在魔法老師裏面 他都是亂來的 他都是 後面他都是有點亂來的 但是沒有他 沒有爭到他亂來得那麼誇張 他都明知道他亂來的 他開始亂來的 在魔法 聶吉那裡 很明顯 有個後面放大著 但是你見到前面有些人 是扎下劍打 一中距有有益戰的 分開大有屬性的 是角師奇蹟 這裏的人是全部全方位全能來的 基本上是 好像不會有弱點 他沒有一樣特別弱的弱點 因為他是一對一打 他的弱點是對戰鬥毫無關 例如納智的弱點就是 錯不了交通工具 會嘔吐 沒有意思 一對一打都不會錯交通工具 不是的 分去錯交通工具 在上面跟他打 是很弱的人都可以贏的 他錯帥就沒事了 所以 那個體系上 做出來 我一開始對這套東西 而且鋪路你說 我又覺得 你 故事都好像聖石那樣 犯了同樣的武病 都是大起大落 打了人大戰鬥 其實納智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在他的漫畫裏面 有馬路那個就是一閃流的問題 他的一閃流 在聖石來講 都因為本身有劍招 但是 他們拿魔法全部出身來做大絕 你想像不到他怎麼出招 他說突然這樣 就飛起了 然後就花葉 他很多時候 譬如說他 主角群的其中一個人 對著敵方的其中一個人 打到 本來完全不夠打的 打到你趴在那裏 逆轉反省一招 打到你在地上 你不夠好打的 然後對面本來完全沒有傷 然後 你太天真了 逆轉一招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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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著 對著你就是 就算在之前的Elly也好 這裏的路線也好 敵人 分會給他的敵人 都不是弱子 其實我就看了 看了一些三本漫畫 其實我在想 真島其實是不是不懂得畫 那些戰鬥場面的風格 或者 怎樣去分 每種 每種人對人的戰鬥有什麼 不同之處 他亦都無意去改善這件事 他都說過 他趕時間 總之我要四個人 主角到四個敵人 分配了一個 一個打過去的 就是他 變成說 不要理了 反而之後過兩集 全部的贏法就是 主角 主角在被人打趴的時候 哭了一招 那就KO 對面 友情 努力 接著是勝利 一定是這樣的事 但是我們是伙伴 我們要公會 我們雙送同輩 然後贏了一天 完全是喊一招絕招出來 就KO了對面 那招絕招是新的 之前那幾期沒出過的 敵人的理念 信念在拳之間 都沒有了 原來我是錯的 還要不要提那些 滅龍魔法史 他招招 本來納芝那些 就是火龍的熱擊 接著去到天龍的時候 天龍的熱擊 天龍的薄荷 火龍的薄荷 完全沒有一樣 OK 我當你滅龍屬性 不一樣 OK 滅龍是一樣 OK 這樣算了 這個不合同一點 我Case study 實在是 沒有問題的 你要分體系 我就給你分 你當面龍魔法師 全部都是 近戰 遠戰 和中距離戰 都是很優秀的 很難發揮的 你當他們真是很全能 他們滅到龍 這麼厲害 當然 整個面龍魔法師 Case 裡面 怎麼說呢 一開始就說面龍魔法師 是我們打到龍的傳載 殺龍的傳載 但是這個世界沒有龍的 你知道嗎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基本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自己是看到 格鬥祭 那裏 時光倒流 就沒有了 時光倒流前面 那一節 格鬥祭 即是他們 回到 七年後的世界 七年後的世界 那裏 基本上 所有的面龍魔法 都是龍教他們的 是 滅什麼龍呢 你不如叫做龍蟲魔法算吧 好嗎 不是 因為 那條龍我們知道弱點 所以教你 人類不知道龍的弱點 這個人 合理 等於有馬教你 滅有馬魔法 這個意思 OK 這件事沒有問題 你設定上 但是 都是那句 真倒號的故事 其實他一向都是什麼 早期那些 很簡單 可能是設定一個信念 或是設定一個對白 就是這樣打一場 然後那個對白就說得來 然後就說 嘩我錯了 嘩 要不就加東西 要不就被人打到媽媽都明白 他那種是 想到什麼就畫什麼 其實你看到這套路 現在都跟聖誠 是類似的 人質很類似的 尤其是 你還要把一個相同的橋段 套返到一個相同的角色 其實我很難做的 不同 之前聖誠小子是 爪尋龍珠的故事 這個就是工會接任務的故事 爪尋妖精有沒有尾包的故事 爪尋妖精有沒有尾包的故事 他們工會的任務就是 妖精有沒有尾包的尾包 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要找 我們要探求精神 你還要看的 很多時候你說開展一個故事 我不知道他真的 真的看他之後的分支是怎樣的 但老實說就是 現階段很零碎 尤其是 到了他好像說 去了這個平人世界也好 對呀 去平人世界也好搞笑 我看得到一個 他日期動畫版話聲優 鑑鑑得挺開心的 你打 世界危機 不知道那個什麼魔法 又說黑龍那樣東西 就是 就是 最後了 差不多現在近期 近期那幾期在說的故事 他也做了一個類似極黑的角色 我忘記了 傑拉爾 我忘記了他的名字 死後又死後又發生發生發生 什麼差事都關他 然後做他平人世界 再來一個自己的名字 或者這傢伙說 我彈出彈入你退 我不記得 所以我就覺得 他這個人是 想到什麼就畫什麼 他不會怎樣 報局這些 報局 什麼差都關傑拉爾事 什麼差都關他 那你叫報局嗎 是的 絕對不是 甚至是懶得說 作多個名字是不是很難 不要再用魔路精靈力好沒有 不是 他很多東西都是要 人們想回他之前那套聖誓小子 譬如說 譬如說 那隻什麼狗 Pulu Pulu又走出來 用精靈的視乎身分又走出來 沒有 他 他算是同一個世界 可能是同一個世界 不是 我越看越無癮 其實 其實你的故事本身 我都說 曾祖本身 大陸的故事 其實他是不吸引的 但是你說 去到支善的故事 但是你說 現階段他裏面的知善故事 其實 吸不吸引 我可能對未看過的人 或者有些吸引 但是看過聖誓的人來說 我會說 那這個傭兵的那傭兵 就是沒有吉卡 又是師父 又是徒弟 又是什麼 然後 Ellison 盧世 Lucy 是分開角色 Elly的角色 分開兩個 真是 但是你的吐露太子 對我們這些看過聖石的人來說 我覺得 嘩 好爭牛攤啊 所以我們一開始介紹這個漫畫家的時候 又不是叫你一成不變的嗎 十年如一堅持如恶 而去到最後 尤其是我看得最 為什麼我會在 格鬥大會那裡 停了不再看呢 這套東西現在是賣肉的 賣肉 賣角色 無緣無故 換泳衣 做什麼啊 就脫衣 做什麼 這套東西 老實說 OK 你要派天大廢 因為真多號他畫的漫畫 沒有立體 搞一些線條比較平面 你畫著畫女生畫 就榮衣 完全沒有問題 有什麼 不是啊 應該說不是走那種風格 又無緣無故走到現在的那些 很流行的那些 什麼service上的東西 好奇怪 星石不是沒有 就是他就是偶偶 很偶疑 每一個戰鬥段落階段 中間裡面 你這樣插 那些休閒培那些 OK我們接受的 但你不要連戰鬥你都插這些東西 我真的看不下眼 老實說 不是一成分辨是變本加厲的 嗯 更是變壞的 看上去那個 Quality 你會覺得高 其實我覺得他不會有什麼 大的驚喜 我是看到他在時光倒流的拍攝 大會時光倒流的拍攝 然後我就想一集就 就是整天都是這樣 吹到一個危機很大很誇張 但是下一集就 你臉其實什麼事都沒有 出槍就沒有了 就是說我們預言是絕對的 一定要發生什麼事 下一集就沒有了 我反而覺得他鋪的新角色出來 是落得天幅比較多一點的 但是戰鬥那一刻就真的不行了 一閃流 很快兩葉 可能一回就已經KO了他了 已經沒有氣憤了 這件事我覺得是他要改善 那敵人呢 就像你所說出來死了 然後會再出來 但是他之前鋪他鋪得很長 譬如說他怎麼樣 他有什麼背景 但是戰鬥那下 和主角打一回 一回就已經打完了 沒有了那種戰鬥長度 也沒有了創造的絕體絕面 總之就是 敵人一定被他強 幾乎 一閃流 然後就唯有 唯有完結之後 接著就是主角爆氣 然後 尤其是中段裏面 就是說 開頭說 你炎 就是叫做 哎 吃火都還是吃火 你吃雷都吃到的 我真的覺得 嘩 不要搞到那麼超越來 好吃 就是主角是有威能 你找人過力量給他 二合 可不可以二打一 不要說 就是他 硬是要 拉子 開金手指開掛 開得很厲害 而去贏對手 其實都不止拉子 開掛 其他那些 妖精未飽的食物 都在開掛 妖精公會會長 初代已經開了掛 其實各人都開了掛 每個人都在開掛 開掛開得最厲害的 那個叫阿爾沙 是 因為他是什麼呢 沒有的 我突然間拿了一套你不知道的裝甲出來 我就可以打殘你了 告訴你 是阿爾沙 你家自己的裝甲 我告訴你 我不穿裝甲 都是其中一種裝甲來的 裸體 裸體 裸體最厲害的 但沒什麼好說 真的沒什麼好說 他想怎樣說就怎樣說 所以其實我是去到那一節 即是 好像說到 突然間說到一個大危機 有兩個 Lucy出現 那一刻 但我覺得 我真的對我來說 失去了吸引力 這套東西 我不會真的為了等你 三十多期之後 突然間出到一個極級的橋段 我為了這個感動 我而追求你整本書的 我真的不會這樣做 你學聖石就這樣 最後 我覺得他要走出聖石的框框才行 就不是學聖石那條路 但他現在很明顯告訴你 我是寫多一本聖石出來給你看 不同的東西 聖石都說好 他一直都追尋就是怎樣解決 麗莎的精靈力魔毒靈 以及講一些聖石的問題 但這裏他有的 妖精美包就是要講 那些龍不見了 要找一條龍 那些龍不見了 就失蹤了 滅龍魔法是什麼回事 他會說這些東西 但他做了整整幾百期 都沒有講過 然後還有很多失落魔法 每個失落魔法都可以毀滅整個世界 我說這個世界真的很危險 滅龍魔法毀了世界 失落魔法毀了世界 滅龍魔法應該不會危險 他沒有說滅龍魔法毀了 我記得大約 一開始就說 找到很小的事件 找到那件魔法道具 都說會影響全世界 每次都出現很大的 然後又說 找到一個類似極級的那個人 不知道哪條謀利 傑拉兒 這條謀利出現又會毀滅世界 開過什麼精靈魔導力 世界就玩完了 然後這個力量 又是十級危險的 又會毀滅世界的 然後跟著 打開門 龍蟲飛出來的時候 又會毀滅世界的龍 記得嗎 主角能力太強 都毀滅世界的 其實是 然後跟著說 你那邊 那邊沒有魔法 那邊又會毀滅世界 你有多少毀滅世界 這個世界其實 有傑拉兒在的地方 一定會毀滅世界 這個地球其實放在炸彈上面 因為世界有傑拉兒在裡面 怎麼都會爆 應該這樣說 這個世界應該是爆了的了 它不應該存在 妖美這個世界是不應該存在的 說不定 最後一期告訴他 這個其實 只是一個死靜種想出來的世界 之前的世界就是這樣 說夢結局 夢結局 傑拉兒反夢而已 算了 不要理會這麼多 真的很像剛才 有馬所說的 星石 他還是毀滅世界的力量 只有魔導精靈力 就算之後出現 或相對的力量也好 都是因為魔導精靈力 而衍生出來的東西 可以回到這條主線 我們知道魔導精靈力是最偉大的 魔導精靈力是最危險的 魔導精靈力是屈肌的 OK 他始終都忠於他的主線 你這裏面 各種東西都說可以毀滅世界 各種東西都說很厲害 各種東西都說很危險 不如他們 不要叫主角打 你叫這班力量打完 誰贏了就跟主角打 好嗎 這麼簡單 那主角就是 那主角就是 邪惡世界 沒錯 主角根本上是邪惡世界 對 整班公會的人 老實說 這班人 老實說 你只看個故事裏面 他們毀滅城鎮幾多事 根本上都是龍珠國理論 根本上 我反而覺得如果他集中在 譬如說接了一個任 去到一個地方 遇到什麼事 產生什麼搞笑的劇情 我覺得反而 沒有了 他開台這樣走之後 已經開到這樣 已經回不了 他應該走回那個路 就像剛才 夜人姐說的 你接任務 其實可能是 那種力量 是影響了那個地區 你不要將那個力量 無限擴大到 說會毀滅世界 因為沒有那麼多東西 可以毀滅世界的大問題 你說 他之前用 死人認得很濫 如果毀滅世界 也會很濫 什麼都可以毀滅世界 其實我挺喜歡 妖美之前的劇情 就是他 譬如說接了任務 他就帶出一個設定 就是 星靈所持有十二條 他最主角擁有了其中幾條 但是他接了任務 在那個任務裡面 遇到其中一條的話 我覺得這種設定 我覺得挺有趣的 反而是 但是他去到後面 就是 拿了世界 玩得太大 他們接了這些任務 經常都說 B級 A級 實際上 很老實說 如果B級和A級的任務 都是可以毀滅世界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 S級是毀滅什麼的 毀滅雨酒 毀滅銀河 他經常都說是意外 B級 誰知道 其實那個是S級任務 你都搞不定 其實自會上工會 應該要這樣 我覺得對分局的級別 S級任務 全部都是輕輕帶過的 這傢伙可以做到S級任務 但是你又打得贏他 然後他又說你還是B級 我明白這個很慣常 就是主角是很厲害 但是其實他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可能是某方面突出到 連S級的人都不夠他來 對實力來說 他都是不夠S級的 他都不是一個S級任務的理想人選來的 現在很多任務都是不合他接的 但是 在我現在裡面告訴你就是 我不喜歡的地方就是 你家裡亂來 我給你 我假假的聖石小子 我三十幾期 我買齊了 我給你騙了三十幾期 大哥 你不要妖味我買了 妖味我買了十幾期 然後我就不再買了 三十八 回頭試玩後試著 日文班三十九 然後我也是借人 他其實已經超越了聖石小子 他其實是說 劇情是超越聖石小子 但是我又見不到 極克這樣的劇情 還沒出嘛 他都還沒出到七十幾期 應該七十幾期應該差不多出來了 馬拉傑拉爾也有過了 現在數下多少個傑拉爾 你都沒有 傑拉爾最後出齊十二個 就跟那個十二個聲明 應該有些關係的 所以 整體上來說 我個人就已經不看好這套 基本上我已經放棄了 我其實有買的 但是我不會很著重看劇情 隨便結束就算了 好像為草而草 債做什麼算了 我都覺得有多少浪費 其實很老實說 我也是這樣說 作為一個漫畫家 你好像廖三明一樣 你說畫完一套 我不再畫的了 大家都知道 不是啊 廖三明最少畫完龍珠 他有其他的漫畫 雖然不出名的 走出來 但是他那些風格上 你都不會跟龍珠那麼像 他都不會跟龍珠那麼像 他那些風格上設定是OK的 但是他那些風格上又不行的 西莫春火得格 他被腰斬了 又有些新東西看 最少他有些新東西看 他現在不是三本 又是套路換件衣服 改了名字 改了能力 這樣又又出來了 你很可悲 你只是靠那樣東西釋放 你很膚淺的說句 你靠這個不要賺錢 唯一叫做真到好 叫做什麼呢 就是他的古怪速度很快 他一定不會掉旗 他不用想劇情 套路上次 所以他這個人 你不能夠質疑 我唯一不能夠質疑的東西就是什麼 他的古怪速度很快 他打的市場 可能不是我們 不是啊 我記得他漫畫 打紅門不知道誰說過 我很喜歡一些要用老的劇情 他喜歡因為他寫不出嘛 人類對自己沒有的東西是很渴望的 我一天都想在馬尾格 我也想畫這種類型的漫畫 但我畫不到 我看到那個 純粹他以商業的角度出發 隨便畫一些輕鬆簡單的劇情 王道的男主角出招 很帥氣的 搞定他的對手 這些皆大歡喜 我覺得這個不是不喜歡看王道 你每個事件都是這樣的模式 其實讀者是有疲累感的 你對於一件事 重複重複的發生 套路也是這樣發生的時候 我看得再多 我再喜歡 我都滿了 很明顯 他是靠女兒去支撐著 越加一些女性角色越多 男性角色是沒有定期的 基本上是 拿來輸 拿來死 沒有死過 不如他嘗試一下 整本都是女性 魔法壽司 可能有條出路 魔法壽司 主角都不要 算了 我不知道現在故事說到哪 如果他連龍都未說 可能你這樣說到 七十多期 柯南嗎 都說那些龍發出來 可能過八期的 不要理他 那些龍發出來才叫我再看 如果之前我不想看 不是那些龍正在出來 我知道 我怕最後一刻都會出來 逐條龍出來 每條龍才十期 不是呀 現在死了 現在說到出了七條龍 然後門關了 現在問題是要怎麼搞七條龍 就是使用這個滅龍魔法 搞什麼七條龍 神就要做 滅龍魔法做這些事 本來就 不是 你一開始就報到滅龍魔法 一說完滅龍魔法就完 那個故事 不妙 理論上 這樣吧 我猜的 但anyway 如果他這樣的話 這套東西 真的沒任何高潮位 純粹 大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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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笑一下 看一下這支戰鬥 我沒有戰鬥看 我可能笑點不夠低 我不會笑 看這套東西 我好笑 不覺得 真的 不知道 他一開始那些支善故事 真的挺好笑的 現在都沒有 лай 未必算很少輕鬆一下 見到敵人就打一下 出一下大招 承認一下 這樣而已 沒有的了 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不知道 不知道做完這套之後再撞網 如果再下一套也是 哪套一套做完才算 對 七十多期 現在多少期 四十多 三十九 三十九 中文班三十九 中文班三十八 應該是 再快點搜尋 那有時間吧 可能到我死的他都沒死完 他應該會結尾這個故事 再開一個新的故事 聖石燒之三 不是 換個樣子 會是情類似的主角套路 聖石燒之三 有什麼問題 不知道 這個就 如果他想吸引更多新的觀眾 我真的要 變一下他的套路 老實說現在的觀眾很難捉摸 真的 很多人說好看 我們錄音期間 我們覺得不好看 我們覺得這套東西 我不是覺得不好看 我覺得很一般 一般 可以這樣說 一般 可以說是很一般 但還未算不好看 你的要求比較高 我對劇情的要求 有多少要求 質量上 我被人同化了 他也是這樣 算了 隨便 揭完一次 放在書櫃 就算了 我覺得幾個窩 這樣賺錢 我也想這樣賺一下 這集我們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